就在全球股市跌跌不休 很多投资者恐慌抛售股票的时候 所谓的股神巴菲特却在忙着抄底 巴菲特据说有一条著名的投资原则 就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这次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巴菲特就把这个投资原则 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巴菲特说过 坏消息是投资者最好的朋友 他可以让你以市场低价买入美国的未来 而巴菲特也确实是在收购美国 9月18号 雷曼公司申请破产后仅三天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旗下的 美中能源公司就宣布 同意以47亿美元购买美国最大电力行销巨头 星牌能源公司股票 9月21号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公司 伊萨克金属工具公司斥资10亿美元 购买了日本汽车及飞机工具厂商 泰克洛公司71.5%的股权 9月23号 巴菲特宣布 通过购买股权方式 向高盛公司注资50亿美元 9月29号 巴菲特又出手购买了我国国内 最大的充电电池制造商 比亚迪10%的股票 花费18亿港币 约合2.3亿美元 巴菲特表示 他的私人账户已经 并且正在买入美国股票 如果股价持续保持吸引力 他的个人资产不久 就会100%的变成美国国内的股票 而对于巴菲特这五次抄底行为 很多分析师认为 这对提振投资者信心有很大帮助 而信心正是眼下市场所急需的 其实呢 巴菲特不仅只是在这次的金融危机当中 有大手笔的抄底行为 过去几十年里 巴菲特也是紧紧抓住了各种机会 总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从容建仓 因此获得了巨大收益 让其他投资者是羡慕不已 巴菲特第一次在股市大跌后的成功抄底 是在上世纪70年代 当时他挖到的第一桶金 就是华盛顿邮报这只股票 投资1000万美元 30多年后的今天 他赚了12.8亿美元 收益率高达128倍 第二次抄底是在20世纪80年代 1987年股灾后 巴菲特在1988年开始买入可口可乐股票 1989年进一步增仓 一口气买了10亿美元 最终他在可口可乐这只股票上赚了100亿美元 成为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投资 第三次抄底是在2001年 2000年网络股票泡沫破灭后 股市暴跌 巴菲特趁机大局买进富国银行等股票 结果他在富国银行上赚了77亿美元 从巴菲特的抄底经历来看 他的所有行为都不是短期的投机 而是长期的投资行为 不过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巴菲特也有马斯前提的时候 1993年他以价值4.33亿美元的 伯克希尔股票换股收购了 戴克斯特协业公司 当时巴菲特看准了该公司的竞争优势 在随后几年荡然无存 这笔投资让伯克希尔公司 累计损失了35亿美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